主題就是言論的自由 我首先就集中在這個主題上講 我是絕對支持言論自由的 但是我所講的自由不是無限的自由 我信用儒家的 因為儒家叫顧己及人 顧己是首先我自己的自由 及人在行使自己的自由時 你一定要考慮到其他人的自由 其他人的感受 不是無限制的我喜歡做甚麼 現在社會有少少傾向就是 人們都喜歡我喜歡自由 我喜歡怎樣行使自由就行 變成沒有負責其他人的感受或自由 尤其是傳媒 某部份 大部份傳媒都是好的 現在兩個我直接提一下我親身的經歷 蘋果也有代表在 我也要講的了 不好意思 我初初出來選的時候 第一天一周刊 有一個內容的標題說 蛙鬼出浪就將我劃成一個卡片殭屍 那這些都是人 你怎可以這樣 大家政見不同都不可以這樣侮辱人 你可以說這個人說的東西是垃圾 他背景又沒甚麼背景 沒甚麼人撐腰 就出來選 講我接受 但是一些侮辱性的言辭 我是不接受的 這些是不顧其他人的自由 不顧其他人的感受 另一個事件就是我到最後一天 參選最後一天 直接投票那天 我去參加一個傳媒集團 主持的網上的訪問 有一個叫Simon Lee 李兆富做主持 他就說我是無名總督 我可以讀才可以 你說我有甚麼平凍的 我都去驗 無人總督我驗 這些行為是很差的 結果我去告他被捧 那案件就在 我本來可以去廉政江柱去投訴 但是我覺得沒必要 大家打工仔 沒必要去到那麼盡 他都是賺食 希望以後的傳媒要留意這點 雖然大家政見不同 都要尊重對方 好像最近在這裏住的那班同學 我跟他們政見不同 但是上個星期六 我去探訪他們 我去慰問他們 我當時他們好像當我透明的 但是我捉住一個叫Tommy的同學 我說你幫我問候那些傳媒的同學 我叫他們不要傷害身體 然後我提了一個方案 就是我給了封信給特首的 就說希望特首將整件事押好幾句 我基本上是支持的 我剛才給了一份給今天主禮的支持人 他們有一個County 你們可以幫他們拿 這個是一個尊重 大家立場不對 但是我都去尊重他們 順便問一問 周先生你有沒有去探訪那些絕食的同學 我走過 你走過有沒有去慰問他們 我沒有去探訪他們 你沒有走進去 那不知道馬先生有沒有 這個現在大家爭取的議員位 是不是應該去做一些事呢 早點說他做戲都要做一下 那你要有空就問馬先生他有沒有去過 如果沒有 如果坐到四平八穎的時候 你們的選民期望他會做些甚麼呢 你們又問一下他 那好吧 講完這個問題 講回剛才的二十三條 那些法律界的朋友 就講得很清楚 我想補充一下 既然這個是憲法規定 香港的基本法規定 我們要做的已經十幾年了 我們還不做呢 是否會有些被人笑的感覺呢 還有大家用不擔心二十三條 剛才大壯都講了 其實很多在這個刑事條例已經有了 我都帶來了 不過你們看不到 我真的會給支持那些 支持人 其實甚麼都在那裡 但是呢 就是九七年前 全部都是講英國政府英女王 什麼樣的 現在所要做的就是很簡單 就找一些大藏 甚至泛民 李柱銘他們 去草擬就照將這些東西 全部改了他做特區政府 這樣已經可以了 已經一向有的東西 你們怕甚麼東西 不要再覺得很大的問題 會不會有少少的 大家對這個共產黨 是一個傳統的謹據 就覺得是好的 真是不需要享受 我可以跟你們講 共產主義其實 其實在大陸已經不獨存在 現在他們自己覺得是甚麼 建設有特色的社會主義 他們從來都不提共產主義 所以大家的擔憂 會不會過分了呢 有很多人說 有些人甚至乎在網上說 我是左狗 不要覺得我不是 如果我是左狗 我人大已經選到了 我不用包尾 我只是以事論事 作為一個當然 我是一個年紀比較大的人 我對看法和年輕人肯定不同 我今年61歲 所以講完這個23條 大家不用擔心 講回這個版權 版權 我覺得是最熱的 topic 就是二次創作 二次創作 我剛剛都有講 在任何論壇都是 基本上 我是容許二次創作的 是不應該用刑事化的 但是二次創作有兩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就是 二次創作 你一定要充分提及原創作的出處 第二個條件就是 原創作者在書面警告你之後 你立刻停止 這樣可以豁免被人檢控 如果有些人說 你可以跟他拿許可 這樣就可以了 但這個是不像實際的 如果我是原創作者 我不回答你 那你怎樣 是不是浪費了很多機會 如果這樣做 就把責任推在原創作者上 你不出聲我就做了 那你出聲呢 那我就停了 那有些人喜歡的 好像我自己也有本書 我作了一本書 你把我的書改頭換臉 我喜歡的 你幫我推銷 但有些人不是的 他們說我那些作品 我怎樣不容許 你就在那裡搞搞震 所以要尊重別人 我剛才最開始講的自由 不是無限的自由 是要尊重其他人的自由 其他人是感受的 是 講完這裏呢 就講這個人審 又是人事及不斷條例 這個呢 我曾經也提議過 阿嬌那時候被人偷發又是 即是一周刊那些所謂 我曾經草議過一份草案 做給政府 最主要就是說 那些女子這麼煩這些東西 有形態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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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